完整是心情分享 和到小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一起那款TT社出品的 MP218 Hot Rodimus热魄 包装方面和之前几款MP小车 都是保持非常统一的风格 但上面并没有车厂的授权标识 因为这车型呢 只是科幻里存在的赛波弹跑车 并不需要考虑到对现实当中 某款车型的一个还原度 配件方面是非常的丰富 除了两把手枪 一个圆形刀刃之外 还有一个钓鱼杆 那么这个钓鱼杆是非常有弹性的 一个材质设定 也是还原动画片里一段热魄 和他人类小伙伴丹尼尔 在湖边钓鱼的场景 载具状态下的热魄 是一个非常扁平的造型 拿在手里一体性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并没有任何松垮的部件 尺寸方面和之前MP系列的小车 和个人最爱的千金岭 摆在一起 两者尺寸方面相当 但是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明显看到热魄 是一个科幻感很强的跑车 而千金岭和其他几款MP小车一样 都是对现实中车辆 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还原 接着来看这科幻超跑的一些细节和涂装 首先车头引擎盖这一块 处理的非常精致 外露电镀处理的引擎 以及上面的计程标志 还有前部火焰纹 拉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精致的 而且车灯方面 也是有透明件的一个处理 整体的透明件使用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虽然这个车窗 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结构 涂装方面 我这款有一侧红色处理 略有些瑕疵 应该是个体的一个差异了 那么两边这个排气管 载具形态下的排气管 还是显得非常霸气 特别和这小车轮比例 上面看起来 就更显出一个排气管的巨大 滚动起来是没问题的 虽然这个车底盘可以看到是很紧凑 人脸也可以看到 当然你可以把它撞过去 但人脸冲下 似乎是对G换玩具的一个硬性还原致敬了 那么在滚动方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这个底盘再次强调 非常的低 那么从侧后方来观察 也可以看到 这绝对是马力十足的一款跑车 那么由于人形状态下 胸部一个机关的引入 早上在车体状态下 它前引擎盖有一个向一侧翻开的可动性 里面是可以装能源宝的 当然这个能源宝 它并没有提供 所谓的领导模块 是需要从MP10大哥那边拿过来 借用放在热破胸口 当然这个热破 我是作为热血小青年 我很喜欢它 但变成补片式 我就是非常讨厌了 所以不打算把领导模块放在胸口 不放领导模块 可以把前部的外翻式引擎打开来 把武器安插进去 这没有最丑只有更丑 后面两个凹槽 可以分别插两把武器 插上去之后 是有电影系列玩具的感觉了吧 可以说一直以来 官方MP系列玩具 特别是从警车开始 它的变形设计都给人一种 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极为流畅 而且每一款玩具 都有一到两个 特别吸引眼球的创新点在里面 那么这款热魄也是不例外 变形起来是特别的舒服 各种的把玩来回的变形 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么和之前的MP09那款 官方热魄或者叫补天室 比较起来是天壤之别 说话之间 这个胸口已经翻过来 变成了一个人胸部的装甲了 那么两侧 这个肩部的双动关节 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点 特别是从人形到车型 逆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顺序性 先把它塞进去之后 再还原车前引擎盖的一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之后 再把人形头雕翻出来 前部对齐之后 翻转到人形的背后 可以把带到电镀引擎这一块 往下压 压在胸口的背后 这个凹槽里面 就是变身到位了 那么之后 专注一下盘 把这两条腿向上翻 翻起来就可以看到 它和车体内部这两个凸起 和这两个橘黄色的凹陷 是一个非常紧实的结合 是保证在载具形态下 在底盘如此低车轮 如此小的一个设计理念的引导下 还能有一个极佳的接地性和滚动性 你之后向上翻 利用顶棚的一个凹陷 和人颈部后面的一个凸起 进行一个极为紧实 也要把它推进去 手感还是非常紧实的 那么之后 这一点 就是我说的 变形创意吸引眼球的第一点了 首先是把两个橘黄色的 喷射引擎 向下翻 之后 向内收就可以看到 车轮后轮 往内翻的同时 就把背后这两块给顶出来了 好像是有一种 联动变形的机关设计 非常的喜欢 之后再向下翻 就有两个结合位点 形成一个极为紧凑 又非常牢固的人形背包了 再把黄色的部件 小翅膀翻上来 就是变形OK了 之后 这手臂两侧 第一次变的时候 还有点惊悚的 就是它这个 和透明部件之间的咬喝 我觉得 有点不放心 但变了几轮之后 觉得这个质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向内叉 由着它的劲 结合的一个紧实度 还是让人满意的 再把手臂调整 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肩部两个肩甲翻下去 这手臂向内翻 就这一下 环绕侧轮向内翻 这一下 我觉得特别特别吸引我 然后整个身体就觉得 特别激动 这个变形设计 那么之后 就是一个传统的 手腕外翻的一个机关了 两边一样 镜像的变身之后 就只剩下翻 这个短腿热破 之后呢 它这个腿部 就没有什么特别创意可言了 它目前主流的官方 低龄化玩具 组合战争系列的 腿部设计是比较近似的 向上一个双动关节的拉伸 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膝盖的地方 有凹槽 和这个呼吸里面 有一个结合 那么背后呢 同样是一个凹槽 和突起的咬合 索合住 这小腿就拉伸出来了 那之后呢 再把后脚板翻出来 两边一样 镜像的变身之后呢 咱们的热破 也就完成了 从载具形态 到小帅哥 人形的一个变化了 人形状态下的热破 首先还是一体性的检测 摇摇晃晃 没有任何松垮的部件 专注于头雕 头雕一直是官方 特别是MP旗舰线的 一个标志性卖点 头盔的造型 包括的英俊的一个面容 特别喜欢戴有蓝色眼镜的 一个热血小青年的形象 当然你可以把它头盔翻开 眼睛收进去 但是在我的收藏价上 这款热破 我会一直把它保持戴眼镜的一个状态 实在是太帅了 这个头雕 手臂方面 小臂这两个螺丝孔是比较爱眼的 大臂的形状 包括涂装 我都是极为满意 那么胸口的造型呢 这次涂装还是不错 但是过度显得不够圆润 而且太平了 没有任何的弧度 和个人印象当中 动画片里的热破 胸口方面的差异 来得有些明显 而且两个大腿 相对于剑术的上半身 显得过细了一些 不过整体腿部的印象 还是比较干净的 从侧面来看 这胸口实在是太平了 连A都不到吧 把这个手举起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腰身这个地方的收纳 我觉得是整个变形当中 最为巧妙的一点了 那么腿部 后脚跟对整个重心的把握 支持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背后来看呢 刚才变形装中提到的 这两个带有 类似于联动设计的突起面板 很喜欢那个设定 而且肩部带有车轮的机器人 我对它是没有任何抵抗力啊 可动性的表现 这款热破是非常强势的 头雕各个方向 包括做出飞行的一个展示 低头审视你都做得到 胸口呢 还有一个小微薄的一个造型啊 手臂旋转 平举的角度并不大 但额外做的一个关节还是很贴心的 而且变形机关的需要啊 这手臂外板内收有一定的角度 双动关节的肘部啊 这个活动范围不是重点啊 我要说的后面引入的一个小的突起 是它过渡起来没有那么的突兀 还是非常贴心的啊 外板内收自然是有了 手腕前后一定摆动也是变形的一个需要了 手掌和其他MP一样 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分开的 可以平转之外呢 中间这凹槽也是保证了握枪的一个紧实度 握持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由于小臂外侧有电镀的这个额外火炮啊 所以在握持的时候要把手转到一个比较正的角度 那么之后再把手指环绕上去 这个枪就是握得更加牢靠了 腰奢方面呢 除了标准的平转之外 这次还引入了一个向前翻动的关节 这个对于热魄之后坐在地上 钓鱼的一个场景还原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关节的引入位点了 那么之后呢 裙甲前部是一整块向前踢 侧摆又有一块裙甲 包括向后活动呢 也有裙甲的一个调整照顾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给劲的啊 包括外板那时候也做得到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似圈关节 但其实中间有打轴的一个结构 所以活动范围和紧实度都是让人满意的 那么膝盖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的引入了 可动范围也是很大 脚板向各个方向调整 外板内收向前向后 特别后脚跟还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是整体重心的把握并不困难 人身尺寸方面 其实从MP10引领的官方2.0时代开始 MP系列的玩具摆在一起 都是各种的尺寸搭调 各种的动画场景还原 这款热魄摆在你的MP收藏架上 也一定显得非常和谐 那么和它比较起来呢 之前第三方DX9出品的补贴式 或者是镜像补贴式 在风格方面呢 就更加接近于漫画风 但是在身高尺寸和质感方面 两者也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可以看成两个级别的玩具了 很多人都怀念MP01刚面试试那种 极尽当时一切先进理念和优秀材质的经验 在回味曾经辉煌的同时 又难免觉得目前MP 在细节和手感上有所下滑 但我反而觉得 目前官方这条旗舰线 已经悄然完成了成功转型 又不遗余力打造单个产品 过度为有计划 有规模的持续性发展 逐渐进入了工业化产品应有的稳定阶段 这才是国际化品牌应有的气魄 单个产品上那些小小的缺憾 就当做战略性蓄力 或是艺术性留白吧